苍阳家错的诗中曾有这样一句话 时间是除了生死都是闲事 事实也的确如此 所有的坎坷打击都抵不过一句活着就好 正因如此人们才会对死亡避耳不谈 对于死人有关的职业唯恐避之不羁 其中就包括殡葬师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一部与殡葬师有关的电影 人生大事 从小就跟着父亲赶殡葬行当的莫三妹 因为一次事故入狱 出狱后她也继续做了殡葬师 每天面对不同的死人 女孩吴小雯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的外婆去世 年幼的小雯陷入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和面对世界的不知所措 恰在此时 遇到了霹雳脾气的殡葬师莫三妹 对于莫三妹而言 小雯的外婆只是一个陌生人 是她的工作 但是对于小雯来说 失去了她最亲的人 她的世界已然崩塌 在和小雯的接触中 莫三妹渐渐改变了对这个行业以及生活的态度 也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这部电影的立场和角度是非常新的 以殡葬师这个职业为切入点 从小孩的角度看待人的生死 用小孩纯真的视角去解读 其实会带给观众一个比较新鲜的观念 殡葬师这个职业 是为死去的人送行 是值得尊重的 导演有句话说得很好 人生当中最不体面 最需要人帮忙的只有两次 一次是出生 一次是死亡 而在观影之后 导演更想传达的是 希望我们都能珍惜眼前人 不要等失去后再追回莫及 这部电影也是演员朱一龙 首次挑战方言台词 以及一个接地气的皮子角色 一番往日荧幕中 温文尔雅的千千公子形象 这也恰恰证明了 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是愿意不断去打破自己的形象 然后去重塑的 剃掉头发 留着圆寸 穿着拖鞋和花衬衫 完全去掉偶像包袱 演员为角色的服务 因角色的需要而不断地改变自己 这才是真正的未来可期吧 电影《人生大事》 将于4月2日登陆院线 感兴趣的小伙伴 到时候记得走进电影院 支持一下这部电影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